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纯就检察官勘验这个制度来讲的话 其实跟英美法一点都没有关系 因为像这个施老师是美国来的嘛 你都问他说在美国人检察官勘验是什么 他也听不懂才对 这个从来没有这个东西啊 但是为什么这个会在我们英美法论坛里面来做这个介绍跟报告呢 主要是我们就可以从啊 我尝试从这个美国法的制度来看看这个检察官的勘验这样子的这个法治啊 应该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定位 在法治上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理解啦 那我这个这个报告啊大概主要分两个部分啊 一个就是从检察官勘验制度 他怎么样传进我们中华民国的刑事诉讼法 从这个角度出发 那这部分跟英美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这个纯粹是就一个法治发展的过程来做探讨 那后部分呢才会就啊检察官勘验制度啊 他其实假设这个是发生在美国的话 他在英美法上要怎么样去评价 那最后希望透过这个在英美法上对这个事件 这种事件的评价去重新探讨 在我国证据法上是不是有不同的这个定位啊 但是我做这个报告这个研究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啊 那首先啊一开始啊我们就从一个新闻事件开始说起啊 这是发生在2019年的一个蛮有争议的案件 虽然最后没有上头条啦 但是各大媒体啊对这个案子啊有不少的报道 这个案子主要是说啊 有一个女检察官 他在受理一个通奸案的时候啊 因为告诉人的指控啊 说他他从他这个先生跟这个相间者的这个line的对话啊 好像知道说他在四处有一些特征 那因为这个检察官听到这样子的指数啊 就想说那我就当庭去砍验他的私处 是不是有符合描述的这个特征存在 那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啊 因为这个被告他是一个外配啊 这是外籍人士啊 所以他基本上对台湾的法律也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他在向一些有人反映了他的遭遇以后啊 他就开始对这个事件提出了这个告数 那首先呢他提出反案明明的告数 那因为已经过了告数期间嘛 所以就当然就公诉就不起诉了 那另外他再提了一个性骚扰的一个 一个那个申诉就对了 那最后像提起诉论 向这个行政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啊 这个行政法院的判决啊 这个指控的成立啊 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奇怪 那难道我都不会去性骚扰男生吗 是不是 那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那再来一个啊 就是这个案子啊 那个高等行政法院他又说啊 他说这个是检察官的权限 如果检察官认为 如果检察官做这件事都该当性骚扰的话 那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要怎么行使 这个判决这么说又让人感到奇怪了 那检察官不是没有强制处分权的吗 什么时候又检察官有强制处分权 又可以去正当化这个检察官去 勘验身体隐私部位的这个基础 这个就这个说理啊 就让人家觉得蛮困惑的啦 然后再来呢 这个案件也引起监察院的注意 监察院也曾经对这个案子提出这个调查报告 最后弹劾他是不是 那我们纵观监察院的报告 这个指数啊跟刚刚这个行政法院的这个描述啊 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啊 到目前为止啊 我国的这个不管是学者啊 或者是实务单位啊 都没有人质疑检察官 应不应该有勘验的条件 就是检察官的勘验制度 好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依存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行事诉讼制度之下 但是这样子的命题是真的吗 这样子的说法没有问题吗 这就是我主要要探讨的一个题目 那这个 这个报道啊 大概就是他后续的发展 那所以 经由这个事件啊 我们可以去 探讨几个法律上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那勘验到底是要干什么 那他是不是一种强制处分 勘验是不是直接 适当由检察官来直接行使 那勘验他的 在制度法治寄售的过程中啊 是不是存在有一些问题啊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 那检察官勘验到底 在什么基础之上 应该有证据能力 因为我们目前呢 这几个问题 基本上都没什么人在质疑的啊 我们目前的实务就是 反正呢 勘验是212条所规定的一个法律的制度嘛 那既然有规定的话 那当然就有证据能力啊 那对于勘验的性质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也 没有再去进一步的质疑啦 可是啊 如果我们去看相关的规定 你会发现几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看212条 有关于勘验的规定啊 他如果去对照122条 搜索的规定的话 你会发现喔 其实勘验的目的 实施勘验的目的 跟实施搜索的目的啊 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啊 如果差不多 为什么我们在法治上 要分搜索跟判业 这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啊 那如果检察官不能搜索 为什么检察官不能搜索 这就是在衍生下来的 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啊 对不对 那你看勘验所做的事情啊 你看第一个 旅刊犯罪现场或处索 其他有关系的处索 这不就是搜索 这不是要拿搜索票才可以做的事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122说要搜索票 212就不要搜索票 理由在哪里 这个就是 你如果想要自圆其说啊 前面是对的 后面就会是错的 后面是对的 前面就会是错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制度的疑问 那你在从勘验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啊 你就会发现说啊 他跟最后啊 在211准用 有关刑事宗法搜索的规定的时候 差别不大 那特别你看 我们准用了132条 那他不就是一个强制处索吗 对不对 132个就是强 132条是说 检察官拿到搜索票 遇到抗拒搜索的 才可以用强制力 那勘验不需要 拿一张勘验书嘛 勘验票 是不是 那勘验什么都不要 就可以遇到强制力 可以进行啊 这个排除啊 这不是一个制度上的一个矛盾嘛 所以这个我们现行的法治啊 是存在着这些的问题啊 当然啦 当我看到150条的时候 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 就是 审判中的辩护人才可以在场 那也就是 侦查中的辩护人是不可以在场的 那很奇怪啦 那重要的是侦查阶段 审判阶段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的重要啊 那为什么审判中才可以在场 但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 侦查中的辩护人这个制度 是民国七十英年修正才加入的啦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一条在民国七十英年要顺便修 但是七十英年只修了前面 只修了27条 28条 29条那边啊 没有修到150条 这个就是 法治啊 更新 不及时 的一个问题啊 但这个当然是小问题 好 那 看见的内涵呢 依照实物的见解 大概就是透过人的五官知觉的作用 去对你想调查的事项啊 去判断他的这个 形状啊 他的这个性质啊 所以这个就引发一个问题 事实上 搜索也正式要达到强行的问题嘛 对不对 搜索跟勘验最大可能的不同 是勘验已经找到东西要来勘了啦 那搜索是还没找到东西要去找到的 也就是说 勘验广义来讲 应该是搜索的后半部 那你找到东西以后要确认是不是 你要找到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勘验本质上应该是搜索这个程序的 后阶段行为 他本质上应该可以被搜索这个 概念可以涵盖啦 那勘验本身啊 因为他是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的实物又说啊 勘验本身不是证据 只有勘验笔录是证据 这最高法院说的 勘验本身不是证据 但是勘验笔录才是证据 那当然这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啦 就是勘验笔录他表达的内涵啊 到底是谁的意思表示啊 理论上啊 你如果实物稍微有接触就知道说 那是检察官的意思表示啊 虽然笔录是书记官制作的 但是书记官只是把检察官嘴巴讲的话 把它转成书面而已啊 所以基本上这个勘验笔录所记载的 是检察官的意思表示 可是那进一步我们就想啦 那检察官的意思表示会不会出错啊 对不对 你看勘验是用五官的作用去做这个基础的嘛 所以你可以去看东西的大小颜色 你可以去看这个东西的这个 去勘验他的味道 对不对 去勘验他的现在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可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啊 会不会出错 有没有 大的你说成小的 香的说成是臭的 对不对 或者是说红的说成是绿的 如果你有红绿色脑的话 那像这样子 检察官本身可能在勘验过程 会出现的瑕疵啊 在现行的勘验法制上 有没有一个纠错的机制是存在 目前是没有啦 那让这样子一个 没有纠错机制的 勘验制度存在啊 那对于所谓的被告来讲啊 他算是一个 如果要以这个说他有罪的 判决基础的话 他算是一个合理的 算是一个正当的 这个入罪的依据嘛 这可能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啦 那我们看一个 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 最高的判决 他基本上他否认 勘验笔路的证据地位 是159之四的 这个特性性文书 他说这个勘验笔路 他并不是159之四的传闻例外 那就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OK的啦 因为他不是一个例行性 这个公务的记录嘛 所以说他不是159之四的可以接受啊 可是他下面另外一个说法 就让我感觉就是觉得很奇怪 他说勘验笔路的证据能力基础 是159之一 是159之一第二项 这蛮奇怪啦 159之一规范的是什么 规范的是 张三对检察官说什么 张三在审判外对检察官说什么 所以张三说的有证据能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讲勘验笔路是检察官说什么 检察官说什么 等于张三跟检察官说什么 应该不是吧 所以这个判决说啊 勘验笔路可以有证据能力的理由 是159之一啊 那我觉得啊 这个不是那个法官写判决的时候睡着了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在勘验什么东西啊 他对勘验的本质恐怕有误认 有误认啊 所以这个判决基本上 就是说下检测的理由不当 但结论正确啊 如果理由不当 这样子的理由难道就当了吗 下检测的理由不当 上检测的理由 我觉得也是不当啊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跟看见笔路很像的 这是刑事通法231条的检察官的勘查笔路 勘查报告 这个东西啊 其实也是检察官 你看230条第二项 这个将调查的情形做记录报告 然后他封锁犯罪现场及时勘查 也就是说你勘查的结果 你是向检察官报告 这个就是勘查笔路 那你这个就是得检察官利用他的五官知觉 警察啦 利用五官知觉的作用 就犯罪现场所查得的事物 做成记录跟报告嘛 那这跟检察官的勘验比录有不一样吗 好像没有不一样吧 这个啊你不能说 因为A是检察官B是警察官 所以他们所做的在那个这个书面报告啊 在法律的效率上完全不同 这当然这就是落入了159之一的那个那个 那个泥造里面 我们159之一就是以啊 这个记录者 但是乘数者向谁乘数 作为区分的一个标准嘛 所以就勘查笔路啊 这个角度来看啊 基本上你也会有一个质疑啊 就是勘验笔路 似乎啊 在法律上的地位跟勘查笔路 不应该有什么太实质上面的这个差异啊 那勘验笔路的证据能力 呃在什么地方啊 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 除了检查官跟法官勘验以外 但实务上还出现了一些非检察官跟非法官的 制作的勘验笔路 那像这个判决 100年台上至2645号判决 他就针对检查事务官所制作的勘验笔路啊 他去这个重新定位他的证据资格啊 他认为说这跟230条的检查 司法警察的这个勘验报告是相同的 所以说检查事务官在制作的文书 他的法律效率上就等于警察 司法警察的这个勘验报告 那这样子的理解啊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那法官助理的勘验算什么 法官助理 有的法官有人偷懒啊 就是把他该勘验的 叫法官助理来勘验啊 那这个判决是说啊 那不行啊 因为简单的理由是说 法律只有规定法官跟检察官可以勘验嘛 所以只有这两个才可以勘验 你委做第三人的就不是勘验 但是你一概否认 法官助理的勘验笔录 也蛮奇怪的 为什么 因为他也亲自用无关之群作用 去察觉了这个被调查的对象啊 那他就这件事情所做的观察啊 为什么不能透过 道庭接受交互结问 而取得证据能力的 这个也蛮奇怪 因为他道庭就可以 他道庭事先做的就不可以 那这个法理的基础啊 似乎有所欠缺啦 那再来就是 那第二审可不可以直接 沿用第一审的这个勘验笔录呢 他说如果意见没有不一样就可以 如果意见不一样 第二审还是必须要自己勘验一次 这当然是基于一个直接审理的一个考量 那这样子的看法 我觉得也还好啦 反正这个别人说是黄色的 你不亲自看一看 你怎么确定那个是黄色的 你不能看一审的比如说一审说是黄色 我就是错的我就是黑色的 那你认为黑色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就不存在嘛 所以这个要亲自勘验才会做不同的认定 这个结论上来是可以接受的啦 那关于刚刚一开始我们讲的段就是这个判决 这个勘验的性质 大概就是如这个判决所描述啦 所以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案例 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判决 基本上都承认 承认这个勘验这个实施是不需要令装的 所以勘验啊 他等于是 如果你又承认他是强制处分的话 那他等于是一个强制处分的例外 他是一个强制处分的例外的一个类型 那这样子的认定 或这样子的规范 他到底法理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道理啊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争议啊 那 特别在涉及到身体检查的时候 本案之前 刚刚讲的这个案件 身体检查这个案件 这个我们如果一般认为说 这个搜索的本质在于隐私权的破坏的话 那对于身体检查这件事情 应该也是具有隐私破坏的特征 去你家搜索的严重性 我想对你我都一样 严重性应该不及于叫我脱裤子吧 叫你脱裤子 这应该是最严重的一个侵犯 那这个去你家搜索 你都要人家拿出个搜索票出来的 叫你脱裤子不用啊 这个法律是不是比例原则啊 这可能大家应该不太会接受 所以无令状检查身体 为什么可以在现行的法治上存在 那这个就是一个法律上一个重要 我们现行法治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再来一个意义就是 后面的判决讲的 所以检察官的勘验笔录啊 他是不是传闻例外啊 那我们刚看的那个96年735号判决 他说是嘛 他那个传闻例外的基础是159-1第二项 159-1第二项 可是啊如果我们从立法理由来看 就是159条传闻法则的立法理由 他只说鉴定是传闻例外 206条是传闻例外 他没有说212条是传闻例外 也就是如果你从文艺解释来讲的话 勘验应该不是传闻例外 可是如果你要 你真的认为勘验不是传闻例外 那就表示他是传闻啦 传闻没有证据能力 那没有证据能力检察官做他们 对不对 他是不是传闻例外 他如果他不是传闻例外 他就是传闻嘛 那如果你要承认他有证据能力 你就要说他是传闻例外 可是立法的时候只说206条是传闻例外 当然立法的那个理由啊 是不是正确也值得批评 我曾经写一个文章 他因为他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组织犯罪条例的第几条 是一个传闻例外 我曾经写一个文章批评说 那哪是传闻例外 那根本不是传闻例外 所以立法理由对于传闻例外的理解 是不是经得起传闻法理的推敲 这个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当年在移植这些 这个美国法的制度的时候 对于美国法的一些学历的背景啊 也是无伦吞早的 就很短时间的就把它搬上去 并没有做一个很清楚的厘清啊 所以这部分也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检察官的那个勘验笔录 它的本质上 既然是属于检察官审判外的层数 那检察官审判外的层数 在什么基础之上 可以成为传闻例外 这就是在传闻法理上 必须要厘清的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就会藉由美国法的讨论啊 因为这个是美国法的一个制度嘛 所以这部分 就待会会想尝试着透过美国法的一些探讨 来找寻可能的答案 那这个用检察官的 刚刚那个判决 用检察官的审判外的层数作为传闻例外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啊 就是什么 因为检察官是当事人的一方嘛 是不是 被告跟检察官都是当事人嘛 这个民事诉讼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条文规定说 当事人一方提出的证据啊 对于他方啊 当然具有证据能力啊 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啊 那为什么在刑事诉讼法 就有一个这个检察官 当事人一方提出的这个证据啊 他当然对于他方啊 会有这个证据能力这样子的规定啊 这是蛮奇怪的一个观念啊 基本上这应该不符合 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啊 就有一方被假定是文书的 一方假定是没有反击能力的 这个制度的设计啊 应该在如果坚持这样看法 应该是会有问题的 好那首先我们就从 在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谈言这个制度啊 到底是怎么样进入 中华民国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啊 那我们从一开始 这个中华民国 整个整个大中国地区啊 第一个有刑事诉讼法制的这个草案 就是1906年的民行事诉讼法草案来讲啊 这个最早的版本啊 他其实是没有没有 勘验这个制度的 他只有居体啊传换啊 还有搜查这样的制度啊 也就是说其实勘验这个概念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啊 后来在1911年所提的民事行事诉讼 这种战刑商城草案当中啊 首次在这个草案里面啊 有了 检证搜索扣押保管这样子的规定 那当年啊 从这个草案来讲啊 勘验他其实 跟就是这个检证搜索扣押保管 他其实不同啊 其实就是适用对象的不同而已啊 其实他都是在 以发现证据为目的的一个措施啊 就是一个检察官的一个措施 主要都是在 以发现证据为目的 因此啊 勘验本身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 跟搜索相类似的一个 这个公权力的作为啊 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得到肯定的啊 那你看 我们刚讲的这个民事刑事诉讼 暂行章程的规定啊 这个 所谓的这个检察官 为了发现证据的处分啊 这个 可以包含这些 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 那这些啊 基本上就是跟现在的勘验 规定差不多 那接下来 这个法律 对这个 后续的法治有很深刻的影响 因为 虽然这个法律没有实施啊 这个清朝就灭亡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法律的参照对象是 1890年的日本刑事诉讼法 明治刑事诉讼法 所以呢 因为 北洋政府时期跟国民政府时期 所制定的刑事诉讼法 都是以明治刑事诉讼法为版本 那个模仿的版本啊 所以这个 这条案对于 后来的这个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 所颁布的刑事诉讼法 其实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啊 我们如果去看条文 这刑事诉讼率的规定 跟现行刑事诉讼法 有关勘验的规定来对比的话 除了一些用语上 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调整 之外呢 其实它整个架构 它的内容啊 其实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啊 我们现在采纳的这个刑验制度啊 它的根源啊 在明治刑事诉讼法上面 我们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制度 就对了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 那到底当初我们 要去模仿这个 日本或者德国的法治啊 我们 抄对了还抄错了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因为如果你抄错了 你硬要说这个是德日法治啊 那你就是 无赖他人 德国人很冤枉啊 说我们没有这个法治啊 还是你自己搞错了 是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会搞错呢 你也知道他当年 这个可能去的人 这个翻译的力不好啊 或者是说去的人 对于这个制度的理解不足啊 所以他 因为他们 当期都是像日本 他开设了一年 一年的法证数成班 很多 你看早期民国初年的教授啊 他的这个法律的背景 就是去日本读了一年的法证数成班 回国就可以当教授了 所以你看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 只去读了一年 LLM 回来说自己精通于英美法 大概也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啊 所以大概差不多都有类似的问题啊 所以你看到 暂前的日本法治 他怎么说 这个是 这个名字 其实是这种法 他说是谁可以堪验的 简证嘛 简证的堪验 谁 遇审判事 遇审判事 有没有 基本上他当时是才遇审制度啊 这只有法官可以堪验的 你懂我意思吗 日本 这个 一百多年前的法律 跟你讲谁可以堪验 法官才可以堪验的 对不对 那所有检察官可以堪验你说这个法治是从日本来的 那就是 乌潘 乌潘他国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那同时啊 你再去看 德国法治也是一样 德国1871年的刑事诉讼法 他直接说是判事为检证 有没有 也是法官检证 有时候堪验这件事只可以 原则上就是法官的权利 法官的权利 检察官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那从这个法治史的这个考察 你就可以发现 你要说检察官堪验 这是德日法治 那就是自欺欺的 因为德日根本没有这个法治 现在也没有 我们是跟你看说一百多年前他就没有了 你不要说你一开始是从他那边学来的 因为他一开始没有这个东西跟你学 是不是 现在的德国日本也没有检察官堪验这个制度 现在也没有 所以这个以前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 表示这本来就不应该有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 这个问题的根源可能就是在于 因为1928年所实施的刑事诉讼法 国民政府所实施的刑事诉讼法 他一开始就赋予了检察官所有的强制处分权 你如果检察官都有积压权 有搜索权 什么权力都有 那你顺便给他一个看验权 这也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自然觉得很正常 对不对 我把你抓起来 官都可以了 多个裤子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比照 那所以根源就在于 为什么当初我们会认为检察官 拥有强制处分权 那经过考察 就可以发现 这也是有典故的 这个典故在于什么地方啊 太 слож了 这个典故前 有人会观察 房积的 你看 帅是 刚才 徭宫 都 开 最近 стал 鸣